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今见闻得所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我们听到圈发佛体心理 我们这一周讲完下个礼拜因为联社打佛期 请假然后再下下礼拜 我们这个课程就可以圆满了 我们就放盘假 放盘下等三月份开学 再来谈谈我们的雪果山料 雪果山料 发现最近的出版的这个书 听得不是很好 早期的印度就好了 所以我们这一周讲完再下架之后的课程就不宜 圆满了 我们的寒假就到了 好 好那我们 接着来看到圈发佛体心文我们上次 谈到199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论文 论文 前面谈了一些所有发佛体心的概念 今天要谈到的 关于这个 这个 忏悔业障 忏悔业障 那上那周 提到的 忏悔业障 提到的小小罪 都不应当毁犯 若有毁犯 都应该 这个求参缘啊 都应该呢 这个 扣扣国法的运用 的修行呢 然后我们来提正宛的正义 正宛的正义 那我们先看到199月的这个论理 这个刑案大师呢 他说明何参武的业障 他说经典里面有谈到 放一极罗 极罗就是清罪 你们说凸极罗 极罗就是小罪 小罪 虽然这个极罗呢 如是天罗 是天罗说哪个百岁 夺尼尼宗 如是大天罗 虽然他的福报很大 福报很大 但是他讲的福报想完之后 福报想完之后呢 依然怎么样 夺 这个恶道 夺这个恶道就第一道 所以极罗小罪 极罗这个小罪呢 上或耻报 何况重罪 小罪都可能有这种因缘 何况是重罪 更该而难 严格的持守 所以 其暴难得也难 好 这是实案 三人拜 谈到这里 那我们来看到 207页 207页 林婆阿越王是为其中弟子 为其中弟子呢 来讲说的一个法会内 那其中还会谈到的是什么 这个对于佛教呢 对佛法 对佛教 他看到 当时的一个环境 环境呢 所产生的一个什么问题 就看到当时的环境呢 有感而发的 发现到了环境当中的 导致的那样 佛法的那样 衰退 那佛法衰退呢 所以他在呼吁的弟子呢 他在呼吁的这个 这个其中弟子呢 要懂得怎么样的去用功 所以前面谈了很多发狐狸心 这个从念报佛恩啊 报父母恩啊 这个使掌恩等等 包括众生恩 施主恩 包括这个 今天要谈的 这个 这个唱的乐章 所以他刚刚提到的 这个小罪 犯小罪假如没有唱罪亲近的话 就像四大天老师 就四大天老师嘛 他本来爆也大 他就是什么 因为犯了小罪之后呢 都有可能 这个落入礼礼 就是必利道 就是恶道 礼礼就是必利道 犯小罪都有可能 怎么样 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 夜报的产生 何况重罪 所以小罪怎么样 小罪都有可能 受报 何况是什么 是大罪 或是重罪 何况重罪 所以他现在接着他谈了 我等今日 就是 对当时的宇会大众 在法会期间 喜南大师就说 今我等日用之中 就是在谈出家众 我们现在出家众 日常所用的一切 事事供养 包括饮食 衣服 货居 医药 有事事供养 有事事供养 事事供养 虽然也出家了 好像东西是我们买的 但实质上是怎么样 是由私足 由信众所护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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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事事供养 所以 虽然我们现在日用之中 一举一动 就所有的一切人 都很为戒律 没有好好的 去参加清清的 所使用的 都是这个施主 就是没有 都不在如法的道德 所以一参一水 平凡失罗 失罗就是戒律 戒律就是这个施罗 所以 他就先举这个例子 来呼吁着 所有的修行者 都应该重视戒法的修行 那翻过来 我们看到209页 这个我们大概不知道的概念 他说 一日所放 亦因无量 何况的 终生立节 所起之罪 更不可言以 所以 犯的小罪都知道很多人有大罪 所以 且以五戒言之 他说 假如以五戒来谈 十人九万 换句话说 这个五戒要持守清清 就不容易 少路多长 五戒名为尤伯社戒 尤伯社戒 尚不具足 何况 沙密 比丘 菩萨等戒 又 什么 不具足 所有的一切戒 都从五戒为基础 五戒 五戒 五戒是 一切戒法 一切戒法之基础 一切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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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从五戒衍生而来 所以当我们现在的一些小戒 所制定的一些小戒 所制定的一些小戒 都为了维护跟五戒 五戒 五戒当中 就分为两大部分 一个是性戒 一个是所有的罪戒 又一两个是遮戒 遮戒就可忏了 所谓的罪 零九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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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根本戒 四根本戒 不是去戒 所以从五戒当中 隐身了很多的 比如说比丘 比丘 比丘戒 比丘戒 或者比丘尼戒 或者我们的菩萨戒 都是从五戒 为了保护 为了保护 这个不是根本戒的一个基础 就好比我们这个保护城 所以我看到以前 这件事也有过 比如说我们这个 这个国王 居住人 比如说这是 这是 这是 这个 王臣 那早期都会了吧 外面呢 都会有什么 这个 富城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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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等同我们 你的五戒的根本 五戒的根本 我反而改成型 五戒比较清楚 五戒要持守人 并不容易 能够清晰 所以你们 这个 是我们的富城河 这个富城河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 小戒 大戒 那么有一些 有好几层 所以他每一个 这个等同这个桥莲 等同这个桥莲 等同这个桥莲 所以早期想要为了保护 或者王这个 这个 这个所谓的 大官 比如说 国王的这个 王 王府 那要打仗的时候 你看 他没办法 让他直接进到王府 所以 会有一个富城河 富城河 富城河都很大 只要我们去过这个 大陆去看过这个 富城河都很大 而这个富城河 为了保护 为了保护 那 这很多的小镇 像比丘界人有两百多条 比丘里界人有五百条 就是外面这个 都保护 都保护了 那进去都一层的保护 可是呢 这些所有的小镇 都是从五镇人嘛 开展出来的 所以所有的一些小镇人 都是为了保护五镇根本的 怎么样 这个 这个全聚 这是最根本 所以 从 从这个 在家的 包括出家的都一样 所以都从这个 就衍生出来 所以他说呢 就从现在而言 我们看 且有五戒言之 十人九万 少路多长 所以五戒 美女和佛社界 尚不具足 何况是阿弥比 尚不上 翻过来看 所以 问其名 这是怎么样 这是喜南大师自己的那 他用他自己本身为一个例子 来跟大众说谎 他并不是去指责任的一个人 他以他自己的那 为一个例子 而来说明 他说阿 问其名还是很没问我 他当时就是跟大众的例子说谎 说来 你看看 我们现在日常所用的一切 都不是我一个人所有事 是十方性众所勿施的 他说我五戒 都未必持守的精心 我说说 你们现在问我 则为我是比丘 虽然我是比丘 但来问其实质的内容 他自己 心生惭愧而这么出气 他是老人家 一个谦虚 那是有谦卑 为了怎么样 为了能令当时余悟的大众人 能够起残愧心 而他以他自己 作为一个模范榜样来诉说 而不是他真的就这么差 所以他就说 虽然你问我 我虽然现在的生命是比丘 但实质是什么 我还没有真正的怎么样 落实为比丘的一个 所谓的除恶 布魔 启示 就是上求佛法 现在要不要众生的 跟他那一个隐蔽 好吗 虽然责上不足为本来 游婆舍也 其不愧哉 你们问我 我就那个五戒的游婆舍 都得了 都 愧罪不如 很谦卑 既然是做得很直的 所以你看看 他都这样这么谦卑 那以后大动脚 有些人做不到 那惨不惭愧 还有什么理由 所以邢昌大师 他自己本身 以他个人这样一个例子 然后去呼吁着大动脚 要重视戒法 要重视修行 所以他说 当至佛戒 不受则已 受则不可怎样违犯 不犯则已 犯则怎样 终彼于剥落 换言之他叫我们 要持守戒法的亲信 所以他其实后边他提到我们方过来 他说 若非 不是自明明他 自善善他 身口并怯 身泪俱孝 浮欲 浮欲众生 求爱 倡悔 浮欲千身幻解 二报难逃 自卫党 发菩提心 第八英语 所以第八英语 发菩提心讲 要来什么 心生残惠心 参与一战 好 为什么要这样呢 在佛法的一个修行堂中 我们有四个重要殊胜的地方 就是说 天 天是非常的慢 仰慕 人 换句话说 天人很向往为人 人 人之所以比天人还特胜的地方 就是能够得生在人道上 比天还有福报 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 意念圣 这我之前在课堂上都有提到 我们再稍微再复习一下 一个是意念圣 一个是融猛 第三个是半目圣 这是天神所没有的 包括第一个诡诸身都不用谈 有个字没有的 就环境而言 环境 一个环境的怎么样 天神环境太好了 很容易怎么样 忘记修行 环境是不是也不够行人 确实这样 确实这样 像早期我们在做那个铁拼 那个圆光波音那个低调 有些趋势都在那个低调 那个让说大家的 似乎那个道心还蛮强的 现在环境改变了 环境非常好 可是你看 刚才有学我认识 这是事实 今天我们在学 在上课的时候 也跟同学讨论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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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自己也觉得 确实环境当时很恶劣 可是怎么样 还蛮精进的 似乎不被环境给影响 现在环境好像似乎好了一点 对 昨天在那儿困难 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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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天是这样的冷静 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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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从这个天神的福报 天神福报很大 可是常常会怎么样 忘记修行 忘记修行 等到他五衰向现前的时候 你看 来不及了 寿命就大了 就结束了 第一个 花尾 他头上手带的花瓣 褪色 衣服 褪色 因为衣服 肮脏 本来照理天神是这个 就是 不会发生的 但是就 假如这样的现况发生的时候 代表那寿命已经 结束了 就福报响尽了 第三个 身体会发臭 腋下都会发臭 身体会发臭 照理天神是不会发臭的 他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可是他说你在发臭 代表不过已经想尽了 第四个 坐不住 很急躁 很暴躁 很解不住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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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乐作 坐不住 第五个 第一个 第一个 花尾 花瓣 我都讲过好几次了 这个是一定要基督 我们才知道 你是哪 意念比较出现的情况 褪色 褪色 衣服褪了 身体发臭了 都脱不掉了 不然呢 那就是他收听不止了 就直接怎么办 脱包第一 是没有任何理由 像我们在人 还有所谓的中阴生的问题 天神不包想进到中阴生 就直接怎么办 要第一句 没有理由 没有理由 福报完全没 所以 你意念是 我会觉得 还是很不好 还是在人皆好 就从环境而言 地狱太苦 恶鬼畜生 也苦 苦多了 没办法用工 就没办法用工 就没办法用工 就 这个 想要提提力量去用工 好吗 就没办法用工 后来是勇猛圣 勇猛 你看 天神的福报好 好吗 他听佛说法 佛在说法的时候 有很多的天龙八夫 也有天神去说法 佛在说法的当下 他都很开心 也很高兴 也觉得佛法很好 也发现怎么办 我要用工 可是一回去就怎么办 棒 勇猛心也不够 意念也不足 勇猛也不够 哇 五百天女围绕其身 想要什么有什么 你跟他讲人生无常 他觉得没有 说不就这么长 所以怎么 勇猛心就没了 就容易卸大 可是人呢 怎样 人到众生是苦乐参胖 所以我们要听到 看人的世界 太疼你吃苦了 勇猛心就有 所以你看行菩萨道 很容易成就 所以你不要发现这 再来是法能 法能圣 而法能圣是在得到才有 唯佛的那 三世诸佛 就是这种话 三世诸佛 就是过去现在未来 三世一切佛 皆出人间 终不在天上 这阿昂经 咋阿昂经有说吗 昨天阿昂经有说 三世诸佛 皆出人间 终不在天上 好 最明显的让我们知道 我们的 当来下生 弥勒菩萨 住在哪里 现在呢 在弥勒的夜 你知道 在弥勒的夜 他要成佛的时候 是在弥勒那夜成佛 还是来到人间成佛 还是来到人间成佛 还是要来到人间天佛体 在龙华山佛成佛 所以我们在 有一个佛宝站 会唱到后面唱 龙华山佛并相佛 对不对 就是这个道 真的吗 弥勒菩萨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希望可以跟佛的办法 出生在同一个世界 犯恨 由佛出现在人间 为佛能自戒 为人能受戒 天神不能受戒 地狱恶果出生 也不能受戒 你看我们顶多 顶多了一些 有一些人 现在很多的羊虫物 顶多了什么 可以帮他归结个善缘 但是他们不能受戒 没办法 名字五戒都没办法说 顶多了 我们在什么 在英明上 善巧的而归一 是在我们议念他 希望他有什么 亲近佛法 但实质上他们不能受戒 不能办法 所以只有人 从五戒也好 是比丘戒 屠煞戒 都是只有人 都可以受戒 所以因为人可以受戒 也因为人还有佛法可以天明 也因为人在人间可以成佛 这是其他地方所能好的 所以之所以这个原因 我们这三个 虽然我们福报 寿命都没有天人长 也没有天人好 可是天人光 这三个输 我们就始终这也好 他就很羡慕要来到人间 这是世尊当时的 阿兰尊者就问世尊 他们说世尊 世尊都没有福报 当你在说话的时候 他们很开心 也说什么 欢喜信要依教奉行 为什么回去都忘了 世尊都说 因为什么 意念提不起来 忘记了 就像这个小孩子 老师也教在功课 可是一半就看到人 在玩玩记 就跟着玩玩记 忘了写功课 等到老师要检查 作用的时候才说 忘记了 都是这样 那些忘记 他就是 勇猛不够 勇猛心不够 很弱 天神其实是怎样 不敢吃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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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神是不敢吃苦 勇猛心不够 那种静静勇猛心不够 没有像是诸诸在心腹上道尊 舍身未悔的那种意念 那种坚人 只有在俗佛世界 看人世界才有 这个天神是 没有办法 想到什么有什么的 他虽然勇猛 没有 但是他是一个福报的 可是他不会想来 所以我之前 也跟各位有提到 这么一个概念 这菩萨 菩萨道里面 提到这个 摩 待会我们再谈到这一点 摩不怕你修佛法 摩就怕你的乱 修行 你修佛法修得再多 也是在三界内 摩怕不怕你 你还是在他的掌握当中 就怕你的乱 所以修行要脱离了 你看我们在金刚心世界 比如说 你用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 这么多的七宝 全部布施 都顶不了你受死菩萨界 受死这个金刚心的一具境 都足以胜过他 为什么 因为你放下 因为你觉醒 所以佛法不断的在告诉我们 是不断的在绝复 告诉我们是 你舍得越多你的境界 所以皆以无为法会有差别 又不是拥有的越多 你拥有越多不代表你境界越高 反而是你舍得越多 你的境界才是越高的 像最近这个台东美蔡阿娜 他其实他布施的钱 就跟大千家比起有多不多 其实是不多 但对他一生而远 他舍掉的多不多 多了 他境界当然就比人家高 这几个人子 好 那我们再来看 各位 若非至名领他至上上 他的身口并泣 这个身泪俱下 浮予众生 求爱掺予 所以讲的 我们讲的 生大惭愧心 所以他在讲的 掺予乐章就是生大惭愧心 我大惭愧心者 学佛啊 掺予乐章 这是当时的 这个醒悍大神的 跟七宗弟子所讲 摩哥丁霉了 因为那时候的 现在开始要看 那时候的佛教怎么办 很快 不知道到什么程度 来 我们接下来看到 梁牌一十四页 他在谈 如何求圣进度 为什么要求圣进度 然后说呢 所以在持土修行 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环境 在这里修行呢 骑进道也难 骑进道就是入道 要入解脱道怎么样 也难啊 在这个环境 一不小心 会拨到什么道 有没有 如履不必 虽然这里 有这个所谓的意念 勇文 有这样的一个 犯人生的种种的书生 但是呢 不容易 所以为什么要 延迟这个戒 要求圣进度 所以他说 骑进道也难 彼渡啊 甚至谈进度 就极乐世界 我们所谈的彼渡 就是这里所谈的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呢 成佛也一 为什么 一故一生可治 为什么 极乐世界呢 他比拔是哪 在极乐世界呢 你能够得胜到极乐世界呢 后面投不了 寿命投场 你的寿命投场 你的寿命就跟他一样长 直至成佛 终于特转 所以来他谈到什么 所以 南固欲皆能 这雷皆能 未成 难啊 我们在这里啊 修醒 所以怎么办 有时候怎么办 这个勇猛心啊 意念心啊 犯恨力啊 不过的这种 所以他说不容易啊 你看到 215月的这个 第一行 第一行 他谈到了这个 他说的 当知求生尽主的真实义友 他说 我们知道求生尽主的义友 他前面有谈到 他绝对不是 你看 求生尽主绝对不是治疗 不是只是为了自己 他这里谈到呢 含有大乘的精神 积极的精神的存在 我们运僧导师呢 他曾经说过 这么一句话 他说呢 离开了净土 就没有大乘国法 离开了净土 就没有大乘国法 为什么 这是根据南固欲所说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呢 有谈到下辈 中辈跟上辈 就最基础的下辈往生 九品年生当中 所以下品下一分呢 也必须要具足三个条件 第一个 伐狐狸心 才会得生性 第二个人呢 一心称念奥密陀佛 第三个 你要变身净土 还是离开了独体心呢 所以他提到 假如 离开了净土 就没有大乘 不是讲的人在里 讲的人在里 所以呢 净土呢 离开了净土 就没有大乘 所以净土是什么 很弃由于大乘思想 很弃由于大乘思想 那看下一段 说呢 关无量寿金呢 他也提到佛也曾经 这么样的 明白的开示说呢 避生避国者 还是想要得生 几个世界的 应该长修三五 叫做敬业三五 第一个 孝允父母 奉仕师长 持心不杀修实善业 是第一个 第一个 第一个你看 孝允父母 共事师长 你觉得这都应该做的 很容易做得到 可是呢 却最容易人啊 忘失的地方 也最容易疏忽的地方 所以呢 持心不杀修实善业 再来 第二个呢 要受持三规 受持三规 然后聚足仲戒 不犯罪也就不犯戒利 第三呢 要发菩提心 还是要发菩提心 然后呢 身信因果 独送大圣 劝奸心者 如此三世里面 敬业三福 这在关无量寿金所提到的 我提到了 那下一行呢 他说 策务大师呢 策务禅师也提到 真为生死 发菩提心 是什么 人家得生进主 就是为了了中生死 而发菩提心 不是为了治疗而已 真为生死 发菩提心 所以以身信愿人 持佛名号 持佛名号 六字虹名 六字虹名 好 就是谈到 为什么要求生祭祖盾 人家在这里学佛 在这里用功 不容易 极乐世界呢 跟我们这里呢 最大的差异在哪里 应该说有独无量寿金 就应该可以了解 在极乐世界呢 你周遭的朋友 都是菩萨 在我们娑婆世界 周遭的朋友呢 我们比较好 人家有多 我们的证客人说 合我们的德西坚 拍我们的德华阿贵 周遭的这个善知识 不容易呢 在极乐世界呢 周遭的什么 菩萨为伴侣 这个不退菩萨的伴侣 在这里 除非有 以大善阴言 他这里知道 我们看218月 他说 事与往圣 因为这样的缘故 要前往圣者为了 往圣前选 人人趋向 所以我们想要朝这个方向 为什么 在极乐世界 在禁足世界 有这么多的尊大善事 齐聚一堂 人家在这会儿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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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起天早想 起天早想 所以人人趋向 所以千金万命 佛法所说的三章十二部经 到处都告诉我们 往那个方向 往清清的方向 不要往这种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左耳的时间 所以处处只归 末世修行 不愿于此 末法时代 这修行 更应该要等 朝这个方向 末法 末法 末法一来 众生容易跌倒 所以他现在开始认 最后这里所要讲的话 可以说是很严谨 很严谨 因为他这一本 缺乏菩提心理 前面已经谈了 所以博物最要谈的 比较严厉的话 在不用功 就是退道 在不用功 就是路下路道 在不用功 现在都末法了 你现在得此人生 你在不用功 你要等待什么时候 都已经是末法了 你还有多少时间 可以在那边当代 你还有多少时间 可以被当入 这就是 喜南大师在跟他的七宗弟子 可以说是训话 但是他训话当中 他以他自己为例 不是在训别人 他以他自己为例 我们来看 他怎么说呢 我们看到这个219月 219月的第四行下面 他说念佛一法 有没有 第四行下面 念佛呢 念佛这样的一个法文 他说不用什么特别的坛场 不用特别的 我坛场还有什么固制 你说唱佛法文要固制 念佛法文 不需要任何的固制 只要怎么样 于行柱坐卧 于行柱坐卧 于莫洞进 穿衣吃饭 就是在一切时中 二六时中呢 在一切时中 一切处 一切的地方 任何的地方呢 我不可以念佛 果然痛念生死是大 假如能够痛念生死是大 无常迅速 能够体验无常 真的无常迅速 你体验到 无常迅速 绝对不是绝道所讲 无常无常 人生无常 当我们在讲无常的时候 你内心是怎么的感受 就是无常 好像是讲无常 可是怎么样 好像还是绝对 你生了无常是怎么的 马上就到来 是那种心情 所以他们呢 痛念生死 无常迅速 而与练佛事呢 而与练佛这样的一切修行 用心真切 那怎么样 每一句佛号 都会怎么样 会求生进土和命 是很真实 不是怕怕 是真实在命 所以 用心真切 在闹尽忙闲 苦乐 逆顺忠 不管你的生活是苦是乐 不管你所面对的环境是逆境还是顺境 也要同样的 不妨碍你念法 不管人生的现在的遭遇 你现在的心情好坏 你现在的遭遇是苦是乐 都不应该去影响你对修行这件事情的论争 修行不能看个人的情绪 我们就是要怎么办 用理智超越情绪才叫做修行 假如你今天的修行是被情绪给架的走人 那绝对是退到 是这样 是这样 比如说 老子心情好 用功一点 心情不好 就懈怠一点 没有了 我口根本 因果不会在乎你这一点 所以他就提到 不管人生机率的顺利苦尽 苦乐当中 不妨碍念佛这件事情 所以这是非常殊胜的一个原因 这一段下来 这个金伦他就开始在谈 末法的因缘 难经称少善不生 可是经典里面有提到 得生极乐世界里 绝对不是少福德因缘会去的 我们给我经典提到 要怎么样 不可少福德因缘得生彼国 就是要有众多的福德因缘 众多的福德因缘是在哪里 不是我不失了多少 而是你对这个世间 你对这个生死 你放下了多少 不是在比谁不失了多少 而是我对离遇 对世间的感觉 放下多少 你看 阿谋祖师当时碰到了梁吾士 里梁吾弟问他 有没有功德 梁吾弟跟他讲 他不失了多少 对不对 盖世庙供养三宝种种 做了好多 国王的力量肯定是比我们 可是达默祖师就在讲 没有功德 为什么 你祖宗的任件事情 吃在染灼这个世界 他绝对不是众多福德因缘 金刚经也比喻过 用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布施都抵不了 你塑持金刚经的一句 一句计 一句计 就是你舍弃了多少 好 所以他提到 所以经典里面提到 少善不生 多福来自 是吗 要福德之良 具足 好 所以 择莫若迟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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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 缘多善 词词名叫做什么 在修善 这是一直我们很难去体会到的 刑案大师在告诉我们 修善在哪里 你就好好的念佛就是在修善 你每一句佛号都在破你的执着 难道不就是修善吗 你每一句佛号都在求生进度 难道不就是修善吗 假如你们做了一件善事 故事也好 可是你们每一个佛师都是把 希望求得人家对你的回报 那都是拦住 反正你对对路 不是向前走 这是很有道理的 所以他说 则莫若知词名号 言多善则莫若发寡大心 发寡大心 发寡的心 所以是以暂时甚好 善于故事百年 有没有看到 虽然你执持人家认真的 执持人家 胜过瘾 你故事百年 不得正法 你故事了一百年 可是没有法 法不入心 这代表有没有 你处处不处 就是你轮回于生死 所以就请他大声 他讲得很贴切 其实这讲的我们是当时的颖畏大众 就听了一整个 真减小 不好意思 他有功大 好像我们都没有修行 确实他就是在见得他的机会在怎么样 在训练义址 所以他说 一发大心 超过修行 力气 所以发大菩提心 有点胜过瘾布施了 好那我们要翻过来 看到两百二十页 最后一段 至于说到发心 你看 两百一十页 至于说到发心 他说 这里很重要 大家看一下 他说假如说到发心 不万一等 离苦得了 我们要发心 这是为了离苦得了 如果只是 为了自己离苦得了而发心 只为了自己 舍弃了会苦而取得清净的离苦和发心 这是什么 为圣人所发的 变灭心 那你只有治疗 不是发大菩提心 其心要怎么样 很狭隘 小胜 做什么事情 做什么事情 都心得到地址 就心得到地址 所以我们要培养我们这个 大心 在整个的环境当中 为大众也会考虑 不是为自己也会考虑 即使这不容易 我们在做热门视频 是不是会先考虑到大众 还是先考虑到自己 所以我一句想的就是 如果在做热门视频 就说 就会跳到理助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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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一般这个法律师俗子 这个分子太大了 不是要看你这众生受苦怎么办 就等同自己在受苦 这待会会提到 作为他说这个 齐心让你狭小 不足以怎么缘多少 就想趁着 那夺生净土的机会是比较缺少的 所以言多善必须发无善伏迪心 就是广大伏迪心 广大的伏迪心 这我们前面有提到 那在下一段 多福尽的直持弥陀圣号为善 直持圣号为善是净土行者 假使他暂时的直持圣号 但是所得的福德 已经胜过故事百年了 因为是短暂的在受职 可是每一句佛号都 都是与智慧相应的 胜过百年的故事 这一点还蛮特殊的 还蛮特别的 跟班很难知道 那翻过来 翻过来 看 220个列这里 那提到呢 这个第二号这里 知道吗 这西方极乐世界是一寸净土 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 是一个亲近的国土 生到极乐世界的人 都什么 都不会再退转 比如什么 无上不退 这什么叫阿比巴尼 或者阿尔我也预言证 就是阿比巴尼就不退转 所以能够得生进土 是较温暖的 在这学的是利益 那是没好事的都不担大桌 不担大桌 真的不担大桌 大家都会提到 这里 这里 谈得会比较 对修行哲略 可以说是这个话 比较严厉的问题 可是有没有 这不严厉 恐怕弄法道 都铁不及尽 一失人生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可以用功 那这样 该念佛本其作佛 大心不发 则虽念之为 他说你不发大心 念了再多佛号 发心圆圆怎麽修行 净土不生 则怎麽 则虽发一退 你不用功德 做完你发什么 大菩提心也很容易退 你看有没有人 这个出家又舍旧还属 居士又怎麽样 也离开道场 我有看过很多法师 这个自己在用功上 碰到的匿境 受不了 改修其他宗教也有 我们居士也有 本来以前都受 在家菩萨界了 有什麽 稍微一点匿境来 怎麽受不了 改修信基督教 对 那然后再回来批评佛教 是有的 到底是谁造成的 他认识他 最主要是我们 我们没有往内去反思自己的烦恼所身处 烦恼所身处 没有把他想复制 往外看 好 他说明 为什么念佛 为什么念佛 念佛的目的 为什么念佛 念佛的目的本来就是 希望的自己将来 可以怎麽样 做佛 念佛就是希望自己能成佛 你念佛就是为成佛的念佛 为了生死的念佛 所以既然呢 期望的自己做佛 那就必须发菩提心 不发菩提心 就成不了佛 所以念佛的当下 必须与菩提心相应 与智慧相应 所以念佛有三个知识 第一个 大菲心 佛体心 跟空振剑 大菲心 佛体心 空振剑 好 那下一段 我们看223的这个经文 他说 事则下菩提种 那怎么样 这个播下菩提种子 更以念佛之理 道果自然增长 趁大愿传 入于净土之海 希望决定往生 自为发菩提心 第九印象 他说呢 菩提种子 我们看倒数地方 菩提种子 一旦散播在我们的心田当中 我们的菩提 我们发问 散播在我们的心田当中 紧接着应该要等 更以念佛之理 要每天 要去更云 要念佛 既然你发现 就每天要去等 要去照顾他 给他资粮 就是以念佛 所以他说呢 这就是什么 心心念念的念佛求生进度 如是精情不懈的日复一日 可能这样的精进天空 日复一日 翻过来 日复一天 一年又一年 无上不提的 就是大佛自然的 就一天天的增长 会广大起来 到最后的就是什么 就成就大佛 明白 所以 发大佛的心 我们这个菩提种子 中文山 它不是自然而然自己会成就 你必须要每天要灭佛 要施肥啊 要照顾他 他就是要灭佛 不是灭佛 好 按 225页这里 他说 云和令正法久住 怎么才能够让正法久住 是一点 是行来大师在这套里面 可以说是最漂亮的演底 但是也行来 最严厉的一段 最严厉的一段论和 他说呢 那我怎么要让正法久住 他就是跟当时的领愿大部 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不是只有他的责任 今天的正法能够久住 绝对不是行来大师一个人的事情 是大家的事情 是众弟子的事情 就好比我们的道场 我们的道场能够能够兴盛 绝对不是看一个人 而是什么 大家的愿意 成就与佛 然后要问啊 云和令正法久住 为我四尊无量解以来 他说我们的四尊 就是释迦牟尼我 无量解 这么长久的时间以来 为我们 为我们 为我们一切众生 为我们一切众生修菩提道 为什么四尊 为了众生修菩提道 所以他事先来到人间 所以有八项成道 八项成道当中有什么 入胎啊 住胎啊 出胎啊 然后所谓的什么 出家想我啊 成道收法啊 入捏盘 八项成道的一个因缘过程当中 他都这样走过来 为了四尊给大众 我都可以这样成就 你们也合理啦 听懂意思吗 我可以这样成就 我霸动了一切众生 皆可以这样成就 所以为了我等 再来这个四尊 本来佛在很久很久以前 早已成果 不需要再来 可是为了众生 所以他为了我等故 再修菩提道 再来四尊给我们 你看 这在法画经的第十六品 在如来寿亮品 有特别的情谅 然后呢 他说呢 男行男行 世尊来到这里 男行男行 你看他被提伯达多 这样的 三方五次的这样的 雕丸 还有这个你看世尊 他这样的大修行者 还被这样到处的障碍 那时候的印度 六师外道 就好了 或许婆罗门 常常就派了去怎么样 要去演论也好 种种的 要去伤害他 就是说谱 可是世尊的依然 在这样的一个立场之下 男行男行 男人 他都可以成就 既然佛系平等 众生平等 我们也应该可以成就 所以他就这么挺 好 大家看 所以修菩萨道 男行男行 男人 人 因缘 因缘 果满 遂之成佛 世尊 为了我们来到这 他也要这样的成就 因缘 所以 如何认真凡九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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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因缘 好 那我们看到226月第二段 他说男人啊 云文得云力 正凡九处 所当到之道的就是 怎么样 佛为了我们 开示正法 不是简单容易的 而是怎么样 先要体悟到正法 然后才能将所体悟的正法 修缩出来 所以 世尊那时候 有没有 他这个 游世成 你看到 众生的生脑壁 哪有 人 他为什么这么巧的 安排在东南西北 他走到东南西北 都刚刚看到生脑壁 他开始 天人事先安排 过后 所有人都离不开 生脑壁 所以他要去寻找一个解脱的方法 解脱方法 我们是在家里想 而是怎么样 亲自去体验 亲自去体证 所以他发育出家 去体证 体证好了 这有没有把我们放肯 回来就不了 所以要先体验正法 才能为我们宣说正法 为了佛之所以成佛 不是为了自己而成佛 而是为了我们众生而成佛 这四字是不是众生而成佛 好 那217 它这里提 既然成佛了 化缘昨起 入于涅槃 化缘就是什么 他说法是有种种因缘的 现在也入涅槃了 正法向法 结以涅槃 他谈到佛 在这个世间成佛了以后 也有三大时期 一个是正法时期 一个是向法时期 然后呢就是末法时期 所以正法向法都已经过了 可不可以听懂这个形象大师的那种 宇宗欣赏的我们看 他说了 正法向法皆以涅槃 就是时间都过了 现在仅存的是什么 末法 他在跟他时候的弟子们在说 现在是只有末法 那末法怎么样 但有教无人 有佛教 可是没有人体现佛法 邪正不分耶 这个每一句 很简短的 几句话可是怎么样 这个 报尽了当时佛教的乱象 那时候都这样的 在清朝那两百多年前都这样的 那现在 会更好还是更差 又更差 又更差 他说了 是非目标 众生搞不清什么是邪 什么是正 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不傻傻 不傻傻 然后呢 他又说了 尽随 尽随 这个怎么样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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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目标 竞争仁果 就是在仁果当中在各种 还有什么 在追逐的名利 举目涛涛 他在头一块 有多少 他说什么 天下皆是 真的 真正欧米饭 好 那时候其中的弟子 哪里 他跟谁讲 举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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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重同样 要想想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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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不是 有扭持到正法 还是我们 邪正不分 追逐名利 思考一下 行人大师就是在为当时的弟子们 打了一记的强心记 他说 举目涛涛 偏下皆是 不知佛是何人 不知道佛 何为佛 法 是何一 法到底是什么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如果我们现在说 现在比较快 就是领心对白了 到这边的人 比较三十三 你还要走 不知道你走什么 人公安就是 人公安就是 他就这样 没有办法 怎么样 一以智慧去辨别 举目涛涛 天下皆是 这 这 换我们的角度 听起来还蛮伤感情的 可是 你确实在没回事 在清朝的时候 假如没有的太虚大师 没有的荫光大师 没有的虚恼 这几位 大人没有的存在 佛教可能荡然无存 我一直强调这个 那时候太虚大师 为了改革佛教 为了令正法全顿 人家做半夜间要杀他 虚恼上 为了让主庭 让佛法 让佛教兴盛 日本军队算半 要打死他 我们现在 人家 人家是用乱臂在打 有没有退 那捍卫正法的那种精神 真的是 想一想 人家是怎么去捍卫正法 因为在正法 向法已灭 末法时期 更容易怎么样 更容易令众生颠倒 那我们如何知道正法 如何注释 那当然是什么 你要知道佛法身三保代表什么 我们归的是三保 归的不是明 不是地 不是个人的得失 不是个人的情绪感情作用 是三保 从古至今 佛教身团之所以会乱 就是因为不知道三保何在 开始乱 因为不知道三保 就是一个身团的运作 因为不知道三保何在就乱 正法不在了 没有了三保何在 还有什么正法 从历朝历代 整个的道场里面 假如三保不在 都很快说 就瓦解掉了 三保如顶之三足啊 缺义不可 所以这个行参大师就喊啊 为什么正法未末 因为现在修行 不知道何为佛何为法何为神 我们很容易受到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尝试 自己的认知 可是自己的尝试 自己的认知 难道就是对的吗 这就是当时的 行参大师呢 在呵斥弟子们的一些用力 好 好 我们再看 不知道身是何名 衰惨至此 他们都颓废到这种程度了 还不觉醒 一大票人在修行 可是不知道佛法身在哪里 牵手对白对送的一大票 就 人家走起床 人家吃米粉 你也都这样发烧 这样啊 不知道法 为何物啊 讲到这 这就我们听起来会觉得很惨可 我们哪里说啊 哪里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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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实质有没有 行参大师 他讲这四个字 其实 你们听起来 这真的不好说啊 这四个字啊 衰退 衰惨 衰退 残缺到这样的程度 残缺到连三宝都不在了 你在高兴什么 你在得益什么 今天三宝都不在了 你在高兴什么 在得益什么 是这样的一个中心肠 这这 我不知道各位 看完的感受是怎样 但就于我们一位 一位这样的 修行的一个过程当中 听者就觉得 而且在教界的 这样一个互通情况之下 有几天一位长老 就跟我讲 现在有什么 这好多师父跟弟子 都来都去 我没记忆 确实 开庭的时候 是看到和尚跟和尚在学 居士跟和尚在学 这不叫做颓废吗 好看吗 这一天两天 衰惨致辞 不惨愧吗 是谁人 哎哎哎哎 你还坐在一起 之间的关系 我说自己不自知的 还落入在那种 斜肢斜肩 还落入在其中 好像很理所当然 我今天跟你问法师 我说你既然要 为什么要做事 你就要报夥发大心 愿意牺牲 你要计较得失 如果你今天要去 接任的道场 或怎么样你就先计较得失 那你现在就可以退场了 你不需要再进场 你就可以退场 那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法师修行者 绝对不是在 在目的 他可以拥有多少的 权力地位 而是他 我可以为众生 做多少事 你必须要等这样的观 如果你 你不抱持观念 那你现在就可以退场 就是要进场 因为你进场 我就可以告诉你 答案你一定要失败了 那后来我去想一想 就改变再给我答案你 不急 为什么 法师修行本人就这样 今天不是 我能够拥有多少权力 要做多少事 是你必须的 我能为众生做多少事 而不是我拥有多少的权力 又想做多少事 太小孩一个修行男的 我想这个行男大师 我跟他那时候 他 我在想 他说那晚醒一来 在他坐下 被他这么严厌 衰惨致辞 就好比我原来 再跟我们一句话 都很汗 有没有责任 其实佛教为什么要说这个 就是有的不知道佛法生是什么 不以为他负责很对 对什么 就是诅咒原理 反而就是法人家 我们想对 我们翻过来 这里 他谈得很有道理 我们看到 228人 他说 释迦佛女佛既然成佛以来 并没有 怎么样 并没有立即的去享受 涅槃蟹的快乐 也妙乐 世尊开了之后 他没有说 我开了我解脱 我会去炒平了 他没有去尽情的享受涅槃的书胜 反而是怎么样 反而是怎么样 在苦恼的人世间 喜不想往里奔走余恒恒恒恒 这种心情 他可以明明可以尽情地享受他的涅槃庙的探生 反而是怎么样 他放弃这样的一个福利 反而是怎么说 反而是怎么说 奔波于恒恒恒两岸 为度众生 难行难行 这种精神 然后呢 度我所应度我的众生 所缘者 叫一个圣子 将自己所顾正道的正法 用种种不同的方式 与你 河旁的托付 好不保佑的 每一个村 我们刚才那些老师 我都会堪补 世线都不会堪补 都会堪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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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打不敌心 度身幸福 他不敢堪补 都会堪补 众生赶快离苦得乐 就这样的一个音乐 所以 予以河旁的托出 我们希望每一位众生 都能够像佛一样的 入正正法 统正正法 得到身心自由的解脱 所以我们先了解佛的立场 对正法的立场 那看下一段 佛在经典中告诉我们 佛灭度后 佛的教法留在哪里 留在这个世间 留在这个世间 变得可分为三个时期 三个时期 第一个正法时期 正法时期大概都有 一千年 向佛呢 也一千年 那现在是佛入面几年啊 2556了 2556了 已经进入了第三个 第三个一千年了 所以还没有到 换句话说 正法一千年 也开完了 向佛一千年 也开完了 竟然在开的是开哪 太大了 所以有时候 这个 尤其生而比丘的 假如读到这个 我们自己会觉得 哎呦 这些法明 只要这样 抗疆抗疆 看不出什么就好 别言尤其 好像 很了不起 你看 提到 也是一千年了 第三个是末法时期 只是什么 一万年 末法是如故 末法时期法 但是那更加的长久 所以现在世界佛教公认了 他说世界佛教公认了 2510年了 这是远远法律 他现在年版他民国七十 应该是七十七年 再加一加也应该是2562的民族 他当然是一个大概的 世界佛教所公认 2556 所以当你进入末法时期了 所以说正法下法这一天怎么样 内境的开完 现在仅存的是末法 所以佛教到了末法时代 种种不如法的现象 种种不如法的现象怎么样 都陆续的呈现出来 现在佛教不如法的现象 解在解造出来 他说佛在经典中 有末法之叹 所以有谈到末法 在末年经谈得最清楚的 末年经谈末法 谈得最详细 所以有读过末年经 结果都知道 本来我也想听课讲末年经 讲末年经讲下来有点伤感情 所以后来就谈了 有一年在跟佛学基础更稳的再来谈 他第一个谈到末法之叹最大的现象 是白衣上座 在家里的管车就要来 这是白衣上座 那个年经是几年前 这几千年前都讲了话 白衣上座最明显的就是 末码的现象 白衣上座 我以前在读研究所 都有时候都觉得 解了一条你知道吗 不是我们在骄傲什么 是怎么样 很残酷点 台面上教我们佛法的全都是在家与世 他讲了头头是道 可是他从没有规议 有没有受议 只能在靠住我们的佛法 到了道场 依然无事 我们必须屈咎于居士的管理 白衣上座 各位 各位 这个去读读路远经的时候 诗读就讲 这就是末法 各位 现在有几位找法 开始在努力 尽量的把 佛学院都请法师讲的 研究所尽量的讲的 所以现在开始在培养一些人才 法师 你会读到 这个硕士 博士 或者叫书 不能推出去都是居士呢 居士 你法师跟他 不议训 跟他敬离久了以后 他还会再攻击你 他不攻击你 他就不刻攻击法 会被这个权力 免利给迷失了自己 对啊 圣诸长在经典里面也谈到 有末法之暗 在那个经典里有谈到 那现在呢 现在的大德 就现在的祖师了 也有末法之悲 末法产生的悲 也有末法师就怎么样 末法什么叫末法 正法弱 末法弱 强 末法弱 末强 这样子这样 法弱 末强 真的 法弱 末强 常有的事 那现在呀 末法时代的第一个现象 末法时代的第一个现象是什么现象 就是虽然有如来的教法流行于事情 我们现在经理多不多 只用经理 以前有位长老 他讲这种句话 我问他 人家搅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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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典是这么珍贵的 可是换来的是什么 一生的恶名腰杂 这就是提到的 第一个现象 虽然教典还有 我希望我们经典都有 可是什么 但是呢 没有细节修正 以前呢 还有人很可爱的在问我 经典里面什么出国 我生活 我都吃了是不是 丑克里各山各自书各自书 你跟我们上天要传书客 我说就很好啦 我胡念了 就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 我说 你送经历过多少 没有报告啦 十多人没理议啊 他不知道是在开玩笑还是什么 我不是这样吗 他也在这 我都妈妈的玩笑 送经很会送 现在老不入心都在计较法器谁打得漂亮 谁打得准 前面这么一个事情 在 大概民国 五十年左右 当时的 佛教跟道教 在台湾 这时候是竞争蛮激烈的啦 在台北 某个 居室 八八王生 或者是大富贵人家 那时候 仅除了 台湾的民间 信仰还蛮厚 那 这个兄弟姐妹 这个到底要请 法师诵经 还是要请 请 赵教财功来诵经 财功看人就会死你了 这一票人 刚好不然的两个娘 就一次怎么样请娘场 大康 这个请的人 一半是佛教法师送信 一半是 德书啊 比那些 两个都在赛功的 他们有那个 不勾吹了 然后 法师就只有喉咙 在敲目 啊 圣灵有没有帮违过他们 抵不了啊 后来我们 现在这个老王将还在 东文市的住持 他说啊 一个这样的 这么欺负我们出家的 他就自己就抛到包了 就去买个法器 乐器 买了那个大鹅 大狗 还有那个 大瓜 就买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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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们拼 他们又吹锅就 吹吹吹吹吹吹 法师就 咚咚咚咚 然后我就说谁 吹锅就热了 王太疲空了 就山大家 像打到南 后来他们大概不到 不到一个小时 就自动退场 他们法师就 把法器说下来 我看来说这个搞的满满满满满满满 差不多是正法 那时候虽然还有经历 可是怎么样 没有人去信节奉行 弄法的满象 rendi o me 没用这两点 这个法师好像丢在其中事 也很丢演 他说这个 佛法呢 这个荡然不蠢 后来才有白圣长老们 还有阴圣导师们 几位大长者 慢慢在推动戒法 慢慢慢慢的才开始 可是呢 还是问题还是存在 毕竟现在是末法事情 我们再来 后来 或者信解佛法的人 有人信解佛法的人 还是有 但是了解佛法 可是真正修行 真正在修正的人 什么 却很少 有人得理我都知道 人家就叫他得理你 明知道要放下 说我去哪里还要放下 很奇怪 所以他说 而理解佛法的人 是否 恶意不错乱 是否能够合以弃经 什么叫弃经 弃经 就是佛所说的经典 早期这阿尔经我们都称为弃经 就是佛所说的经典 是否合以什么 律点 如法 如律 就是这个道理 还是一个问题 他理解的是不是 如法如律 都公安呢 理直气 这种可是 这歪又一堆 所以 他说 所以怎么样 末法时代 相似佛法流行的很多 好像佛法 但就不是佛法 好像佛法 就不是佛法 必须要知道这句话 不相似佛法 可是真正的佛法流行的 这种特别的少 所以这么一来 学佛的人 大多种 邪正不分 是非人物不分 你知道 写心健康 他不清楚状况 是第一个现象 那第二个现象 末法的第二个现象 我们的第二个现象 就是什么 佛地址之间 佛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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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中地址 在家出家 这八八在内 佛地址之间 只知道 只知道 竞争人我 只知道 你对我有准备 我对我有准备 竞争人我 竞争 什么 我执 我慢 我爱 我赐 是在兵环道上 比重的 不是在兵上 地址 比重的 是在国地址之间 是什么 只知道 竞争人我 有没有 竞争 地址 有没有 这在追逐的 有一定能力啊 出家人 一天到晚 修行者 修行者 一天到晚 在这一家 啊 就这样 他说 他没钱 他欠仇 欠仇 都绝非 要真休息 绝非真休息 以前跟我们老院长 真的这样讲过 以前有位学生 我一下也记得跟他 有讲过 我们都有供样衣服给他 可是他别人每天都穿 那个破破烂烂的 鞋子也破的 褂子也破的 衣服也破的 我一次看到 我们就买新的给他 他也是不穿 后来又真的被老院长 你少来是骂 你是故意的 我说 我这个衣服 不是都有买新的给你的吗 你又想穿这个 你是要让人家觉得 你很可恶 让大家来供养你吗 颜面尽死了 其实他现在是什么 请他在哪里 哎呦 你是要没有什么 他没有三千块 八人就去那三 他赢就买了 平均贼了贼了贼了 尽足名利 不能装可怜 就是这样都不会训 那那我再查 哇这个 这种情况 所以那时候演讲 那时候我就在他世界 问他怎么报 那一天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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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请那一天 这就是丢脸 多盗 不优品 哇就是 想来想 我要尽足名利 再来他说呢 且这不是什么 部分的现象 这不是部分的现象 而是怎么样 举目涛涛 天下皆是 好像真多 就是打倒架了 对呢 他说换句话说 放眼看去 莫不皆在竞争 追逐中滚来滚去 让我们知道这种信号 不是说要我们去离开国 让我们知道 我们不可以这样 所以呢 哪里还有一点点学佛的气氛 根本都不 不讲魔法 追逐民族 讲了世间人我是非对立 搞人我竞争 搞谁对谁做 有智者尽在末来 这是佛所加的 所以他说 如今啊 所常看到的啊 佛教的人事纠纷 他看到 各位来各位去 人事纠纷 总是怎么办 显明的分为敌对的两大政 这个人是怎么办 这个人是怎么办 正爱的助威 谁的人气旺就助威他 他现在这样 里面比较浮沉沉沉 他妈来一下叫死鬼玩大便 这样靠去 这就这样 就助威 他不管谁对谁做 就反正来一边生事大了 就靠过去就好了 这谈的就是这个意思 目法就是这样 因为举目皆是啊 法落磨墙啊 哇 很漂亮 那个怎么样 那个什么 是不是他说 那个为那派 喊着呢 再加上 在家学活的人 从中吹过出来 在家查提的那里 提的有种在救火 就是让生长更快 为什么世尊一直在 两千多人的这个讲 叫生事生觉 你不要再拿个 提的去有种在救火 发机会给他 为什麽继续了 这个很多 这个 在台湾的从满到北 好多发心过 跟他们讲 他们这个话 你觉得你是对吗 这是喜南大师 远卫大师他们所讲的话 不是 还是怎么样 他说你 在你家居士 还是什么 学活的人 还是什么 从中 真的是 你看 曹天娥队的情况好多 接着放在我们这个 这个教会的掌握 他说 你说你最近 要听牌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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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八十岁的老人 快八十岁的老人 这个越来越複雜 越複雜 本来很单纯的事情 就因为什么 有人这样 不明事理的 就让事情複雜化了 那其实 在南朝 就比较多 在南朝这四月 就纯出嫁的人 在家里就完全在外面了 他们在家里不敢管出嫁的人 就是 台湾这边比较 比较特别 比较特别 你在那边 你做的是大户法 夹根 你就是排在沙咪后面了 你做的 你今天是大户法 大功德主 夹根 你有点大户 出嫁的人全都吃完了 你吃出嫁的人 你既然是畏法人 那不是尊女的 是供契的人 他们觉得 吃法是所剩下的事 那叫做媳妇 怎样就说 你写这 我吃出嫁的人 这家就没帝了 这家台湾 发生在台湾 这家在大户法 同样的事情 这些发生在不同的环境 可是事情会发展不一样 什么样的问题 直接的问题 就是直接的问题 看法的问题 关键的问题 有一次我们去到泰国 他想说 吃饭了 就有几位居士 我们一起来做 居士就说 你越来越处 你走我来做这个 他们说 他们讲的时候 说 你坐着就好 不用管他们 那你不肯过来 那是什么 我们这里就是这样 台湾不敢 不敢 不敢 不敢不敢 那有一次我到柬埔寨区 摘生 他们的法师作者 他们的服务生 就过来 从头到了服务咖 从头到 他被他们承认 就服务 服务到 非常的重大 对法师的浪漫 所以他说 这个事情也变得非常复杂 变得非常复杂 把这个 时间关系我们不多谈 听一些比较紧张的 还是比较紧张 今天就先谈到这里 我们下下礼拜 就可以把这一个 课程 做一个领埋 好 你们来回响 回响 请会长 愿与此功德 愿与此功德 不及于协 不及于协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愿与此功德 愿与藏